欢迎来到KK音乐 知名的韩国90后花旦朴信慧 不久前宣布自己怀孕 并即将和男友结婚的消息 震惊了不少人 网友们对此十分关注 朴信慧出演过很多 快智人口的经典热播剧 在韩国可谓是妥妥的一线 在国内人气也很高 但是朴信慧官宣之后 就恢复了低调 想必是要安心养胎 不过很多人还是很关心 她的境况 直到最近 她在社交平台发布了几张自拍照 并配文头发长很多 这样关心她现状的粉丝们 安心不少 照片中的表现慧 看起来状态很好 脸上画着淡妆 作为准妈妈 也没有发胖的迹象 依旧是美貌十足 看起来很是开心 韩网友在纷纷的在下面留言 表白女神 赞其好美啊 除此之外 也有很多的网友 担心她的婚姻 原因在其男友崔泰俊 不太被大众看好 除了二人女强男弱之外 崔泰俊和郑俊英 李宗炫等丑闻 艺人是好友 这更让人担心她的品行问题 因此不少韩网友 对俩人的婚姻 持不赞成态度 不管怎样 还是祝福表姓慧吧 表姓慧也算是同行出道 一路进阶城泡菜国顶流 以前还有婴儿飞的时候 看起来真的是很清纯 有种不按事事的破碎感和无辜感 女神尝试过很多的风格 前妻是性感甜美 但因壮硕的小腿往往被吐槽 说女神颜值和身材不符系列 后期找准了亲属女风格 一下子变了一个人一样 女神的小腿的确是挺壮硕的 前妻呢 还偏偏爱穿短裙短裤 一下子把缺点暴露得明明白白 其实从路人活成顶流 表姓慧 她只做了两点 一遮掉小粗腿 可以参考的单品 西装直筒裤 烟管裤 直筒半身裙 二把高腰线 可以参考单品 本身带有高腰线的裙子 高腰V喇叭牛仔裤 条性会后期爱上的一款单品 那就是我们之前 也提到很多次的网诈单品 西装 尤其是这张 长款西装绷衣加红唇 不显山露水 却已经叫人惊艳不绝 这种亲熟的魅力 刚好可以填补 她面部留白过多 带来的寡淡 私底下 欧腻也很喜欢西装 西装配素颜 不拘小节 很亲切 很有邻家姐姐的感觉 对她来说 穿西装 配裤子 第一件事 就是遮掉小腿 并且的以往的紧身裤 换成同系列的直筒西装裤 加上高跟鞋 整个人简直是气场全开 而且不像之前紧身裤 那么有舒服感 显得飘逸很多 当然遮掉小腿 不光是只有直筒裤 还有阴管裤 半身直筒裤 都是很好的参考 女神双腿的比例 本身就是蛮优越的 所以尽管有词叫做 阳长臂短 但也有一个词叫做 分散视线 如果腿长长的 是不是关注点 就没有那么多 在壮实的小腿上了 所以呢 她把内搭 或者单件的衬衫 塞进高腰裤里 营造一种自然高腰线的效果 对于普通人来说 现实生活中 提高腰线是经常要做的 有时候真的 你和大长腿就差一个高腰线 高腰线有时候 真不用费尽心思去营造 有些单品就是自带高腰线的 比如这条蓝宝石的 真织高腰裙 自然的瘦身瘦腰 又能够打造优雅的体态 很适合走亲属路线的姐妹 或者是裤脚 带有一点没喇叭形态的 高腰牛仔裤 也是很受欢迎 上面配件简单的针织衫 或者是外套 显瘦感都能拉满 而且喇叭裤的形态 可以遮盖小腿的肌肉 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其实之后 朴信慧偶尼可以试试 西装和高腰喇叭牛仔裤 因为女神腿比例不差 这也是差个遮盖小腿的 西装又是她的最爱 结合起来真的是决绝子就是了 从路人 要变女神的一步之遥 你学会了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